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講家裡的配電 就是電力公司把電送到我們家之後 它有拉出來三條線 有兩條線叫做火線 火線就是又叫做活線 上面有電的線 有一條線叫做中性線 就是沒有電的線 沒有電的線 叫中性線 像這樣所顯示的 所以配電出來 拉過來有三條線 有兩條叫做火線或者是活線 它就是有電的線 有電的線 有一條叫做中性電 中性線 那是沒有電的線 拉過去 那這三條呢 像線 它從變壓器接到下來有110 就說我們是交流電嘛 110伏特也有10、20的變化 所以有線就是火線 有電的線 然後中性線拉回變壓器 做接地處理 我們可以把它電壓當作是0 我們把它拉回 給當晚會講接地 當晚會再出現一次 然後我們最後會講接地這件事情 好 那兩條火線之間差220伏特 那麼火線跟中性線之間差110伏特 所以如果你拉的線 如果你拉的線 是接到火線 比如說你接了A跟中性線 那你就幾伏特 110 那你接B或者是中性線也是多少 也是110 但是如果你接的是A跟B呢 那就是多少 120 220 所以就是我們的接法 所以你看 火線之間差220 給一些像冷氣機這種高通率的那個東西使用 那其他的就接110 就是我們家裡配電的裝置 像這樣 下面這個組 最左手邊叫瓦石劑 當晚會後面會出現 就是電錶 然後電力公司用這個東西 知道你家用了多少電 然後給你要錢 然後進到你的配電盤 你們家裡通常在客廳 客廳會有 那你家如果有很多層樓 可能就可能有好幾個配電盤 就是你在客廳會有一個 層面上會有一個框框鐵片 然後打開裡面有幾個開關那個那個配電盤 然後這個配電盤呢 然後就拉出去 拉到你們家的插頭 拉到你們家那個屋頂上面 天花板上面那個燈的那個地方 還有可能要接到冷氣機的口 然後接冷氣機的是200、20伏特 其他都是110伏特拉過去 就是我們家就是這樣做的 然後上面還寫個無融絲開關 也是以後要交的 就是要幹嘛的 以後來跟你講 所以就是配電盤 經過這樣子 通常你家裡去 然後你就插頭插上去 就有電了 就有電了 到你們家有電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 大致上如此 然後你要會就是那個火線跟火線 怎麼接是220 怎麼接是110 怎麼接是110 OK 然後這又是一個我們的插頭 你有注意到插頭頭 其實這樣是一大一小嗎 其實是一大一小 好 一大一小 所以要接不一樣的 那個一大一小 有一個是火線 有一個是中性線 有一個是火線 所以有一個驗電棋子 就這個棋子 驗電棋子 你看下面那個圖 那個有個紅紅的會亮的那個 上面有個紅紅的有在亮 就是如果你接在火線上 它就這個地方 紅紅的會亮 如果你接在火線上 它就有電 它就會亮 那如果你接在中性線上 它就沒有電 它就不會亮 那這個就讓你試驗那個插頭 還算是好的 到底還有沒有電 還有沒有電 OK 好 然後剛剛講過它有一大一小嗎 小孔是火線嘛 大孔是中性線 這個是應該要這樣做的 可是我們偉大聰明的台灣人 都把那兩個插頭做成一樣大 所以正插反插都都可以用 我有買過少數的插頭是一大一小的 一定要插對的 插錯就放不進去的 可是這樣做還是對的 因為你插錯會有危險 你插錯會有危險 所以我們開關就要放在火線上 因為那還是有電的 開關要放在火線上 什麼保險事也要放在火線上 因為那還是有電的 中性電量是沒有電的 OK 它應該要有一個火線一個火線 它應該要正確的插上去 那你如果插板 我們如果台灣偉大的台灣人 就做人都一樣大 就怎麼插都OK嘛 所以火線、火線、有電、沒電插 反而都還可以用 幾乎都這種 幾乎都只長這樣 我只有買過少數的插頭是有一大一小 你就買過少插頭只有一大一小 可是這樣做是有危險 是有危險 是會容易觸電 這種事情歷史上也發生過 就是一些電弓火線、火線沒有搞清楚 就把它自己搞到觸電 然後甚至有人就有死就 因此就再電了 再電了 這樣是不是有觸電危險 就有觸電危險 我們有一個金屬外殼電氣相接 會有一個它應該會沒有 中性這樣應該沒有電壓 你接板它就會有電 它就會觸電 所以會有觸電的危險 所以你接錯了、弄錯了 其實是有觸電危險的 有觸電危險 然後就算沒有直接弄 它也可能會有個電容 電容 然後就會有一些電在上面 所以有的人 你有沒有摸摸機面摸個東西 就好像觸電的感覺 因為上面變成電容 這邊有很多的電 可是你碰一次以後 因為你接地了 那我要講接地了 接地了、電容不見了 所以摸第二次就沒事了 摸第二次就沒事了 OK 所以簡而言之 講這些話只要告訴各位什麼事情 你應該不可以接錯 你如果接錯 你會容易觸電 你會容易觸電 OK 可是我們偉大、出名台灣人 給它怎麼接都OK 這是三口 這個是平常來講 我們220伏 對不起 110伏特的應該只有兩口 應該只有兩口 但是我們像電腦 就有操作做成三口 多一口就是要做什麼 接地、接地 等一下要交接地 然後就是讓它避免漏電 然後避免產生觸電的危險 所以那個第三口 但是說是這樣說啦 可是有一些大哥做那個三口插座 第三口根本是裝飾用的 根本就沒有做好他該做的接地 那就是說有跟沒有是一樣 有跟沒有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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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當然多的那一口 是要接地用的 或就是要 剛才我還要跟你講 就是避免漏電 避免發生觸電的危險 好 這是一個香港的插頭 香港的插頭 這個黑色線或者是藍色線的 這個是要接中性線 這個是紅色線 紅色線 就是接火線 上面的綠色線或是黃色線呢 會是接接地線 就是它有三個口 要做接地 然後就是不同的狀況 不同的狀況 好 那就這樣子 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家裡的那個電 火線火線 然後呢 知道怎麼樣接是110 怎麼樣接是220 然後我們提了好多次的接地 我等一下跟你講接地 因為接地就要避免 這也考過了 避免漏電 避免漏電 然後發生觸電的危險 就是跟各位簡單的介紹 OK